璀璨巨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南开大学全体教职员工和全体学生 向你在摆忙当中亲自为南开学子授课 表示充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我与大家一样的激动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中南山院士 为大家授课 自从我们的南开大学明示引领课堂 医药前与挑战 同时选修课开设以来 大家都翘首以派中院士的授课 原来计划今天中院士要访问南开大学 并计划以授课之后 与学生们座谈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同时也和学校有关部门洽谈如何加强生物医学领域的合作 特别是商谈教育部刚刚下播到南开大学 为广州实验室 也就是钟先生任主任的国家实验室 招收八名博士生的这样一个事情 因为疫情的原因 今天钟先生只能是线上与大家进行交流 钟院士是公共国勋章的获得者 大家也都知道 是我们国家医学的领域人才 他也是中华医学会的全会长 是广州医科大学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刚才我也提到了 国家为了加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 设立了国家实验室 在刚刚设立的国家实验室里面 就由钟先生为主任的广州实验室 这是说明了钟院士这些团队在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和应用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钟院士也是在国际上享有胜利的医学大家 他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荣誉教授 也是博明汉大学的科学博士 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情防控专家组的中国成员 一句话 钟院士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相信今天的学习 在同学们一生当中都会留下深刻的记忆 也会对你们人生和事业的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 今天时间宝贵 下面我们就热烈欢迎钟先生为大家授课 欢迎讨论 谢谢朝院长 这个朝院长听得清楚吗 你们那边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OKOK 好 谢谢 谢谢常委长的邀请 这个我是七十几年前 就听在读中学的时候 就听说南开大学 那个时候为什么呢 就首先还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因为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 毛主席那个年代的话 周总理是我们老百姓 最受欢迎的一个领袖 所以他是在南开大学文科学系 所以这个一直第一个印象 就给我这个南开大学的一个 非常好的印象 那么今天呢就是跟同学们 我相信大概不一定是 完全是高医药卫生吧 高医学的吧 那么我可以也可能 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呢 只能从医学方面呢 就切入点谈谈一下我的看法 那么我今天讲的内容呢 有这么两个 一个是大家所关心的当前的新冠的情况 新冠抗疫的情况 也最近又遇到新的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对待 正确的对待 第二个呢就是对创新 创新以及我们 我记得对这个南开的同学们 还有老师们的一个期待 特别是年轻人 那么简单的先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最近的中国 我们国家和全世界新冠抗疫的情况 这个是昨天的资料 这个昨天的资料大家也看到就是 那么全球的流行得的病人 已经将近五个亿了 那么死亡的人数超过610万 那么在中国目的呢 应该说现在也是增加了很多 包括确诊的病例16万多了 那么累计的死亡病例是4万 4万多 那么倒是就是到4千多 4千6百多 那去年的这个昨天的资料 我就不详细的讲这个问题 但是呢可以这么讲 就中国在每100万 人的确诊的数呢 要是跟美国比呢 只有美国的1,204分之1 那么每100万死亡的人数呢 也只有美国的919分之1 那这个来说首先作为一个减少 劳劳性的死亡 生命之上这条呢 那我们是绝对是占优势的 我是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 一个所谓的IPPR就是 International Panel of Preparedness of the Emergency 这个组织呢是一个独立的 那么当时这世界卫生组织总结了一下 就去年的5月份 总结了这个全世界不同的对付的方案 一个呢就是所谓的Aggressive Entire Containment 就是很强力的控制 一个就是Suppression 就是给予一些这个 因为看病情状比较重 这个有个样子这是一些国家 那么比较多的国家是这个Metigation 就是遏制 就是按照一般流行病学的规律 还有一些国家是根本不采取任何措施 那么这个结果是截然不同 大家都知道 那我先讲一讲这个中国的情况 我们知道是在前年 前年这个1月18、19号 是就是1月初吧 就12月底1月初就开始了 有这个新冠的尤其在武汉 那么当时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那么一直到一直这个是累积的 这个重作标是数量 横作标是时间 这个是累积的这个中国的病人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见经过早期 武汉和武汉宁静的一些城市的 一个飙升以后 经过全国的封控这些做法 以及强力的社区干预防控 那么我们到3月份 3月这个份基本上就稳定了 那么经过了差不多是20个月 中国就是增加的是非常少 就是假如说不算这个输入的话 增加的非常少 那么也就是20个月也就增加了 这个是8万多一直到不到10万 这1月到12月13号 一直到NICRON出现 它们是12月13号 那么最近这2个月那就出现了比较大的 中国大陆做过明显的增加 这一下增加了很多 那么所以现在从昨天看起来 累计的病例是16万的 就从8万多到16万的 那Double Double 那么这个累计的是无症状的病人是15万多 所以这无症状的比较多 但是新增的也是有不少的 所以这个是确诊的比例 这个是无症状 所以在最近这一段 这增加的非常快 差不多在从武汉的这一次的 这个增加的这个事件 这一次第二次是比较明显的 其中都是有些零零星星的 有些散在的 但是从由于中国管控做的比较好 差不多我们维持了20多个月是非常稳定 这个时候使得我们国家 这个就是经济的恢复 这个逐步的开放这方面 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而且在这个牺牲的代价最小的情况下 做的是非常突出的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这个 我想讲人家Omicron 12月13号在天津是BA1这个 那么内地呢就是 从12月13号到10月这个到前天 那么就有累计了有6万个 所以这个是就这么短的时间 12月到4月就是34个月时间 增加了6万个 那这个是相当多的 相当多的一个数量 那么当然在香港也是属于中国的 那么这个香港同样出现这个情况 这个去年的12月底到今年的4月6号 香港累计的个案呢 就是这个诊断阳性的各方面的话 是116万 这是相当高的 香港也就是700多万 800万人嘛 所以这个是相当高的 而死亡的数呢 是现在是8247点 这个数比中国的现在的这个死亡数还高 他的死亡率呢是0.7% 那么当前在这近一个月多的内地呢 就上海也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3月16号到4月 3月15号到4月 也就是半个多月 那么他在本土这个累积的确诊的病人 是3000多里 3400多里 那么上海整个的累积呢 由于前一阶段上海是非常少的 所以就是300多里 那么现在这个累积的话呢 到现在为止3900到4000里 这个境外的还有呢 现在主要是这个问题 就是到前天为止呢 现有的这个没有症状了 是10多万 10多万这个增加的非常快 就特别是最近这1周到10天 这个情况 这是上海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说呢 这个在上海啊 这一次呢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乱 放慢面积的这个这个扩散啊 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扩散呢 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因为这个Omicron 大家知道我就不详细讲 这个毒株的传播力是非常强的 它症状比较轻啊 那么我不详细讲的 这个整个的过程 因为跟今天讲课的主题 不是主要讲这样抗击新冠啊 那么它总的来说呢 传播机率强 症状比较轻啊 比较轻而且死亡率相对比起那个 Delta那些低一些 所以它的这个传播系数就是 Reproduction time 这个来说呢 或者Hot not 这个数据是非常高的 可以高到这个5啊6啊 甚至有提到8啊 那么另外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呢 就是Omicron它没有症状的感染者比较多 所以大量的有些引力性的传染 那么这个来说呢 可能在我们的人们心目中呢 这个注意的不太够 另外呢应该说 上海这次呢 这个防控的措施啊准备还不够充分 对Omicron的传播特征认识不够 另外这爆发特别是爆发初期啊 这个隔离酒店的这些方面 它的防控测试呢 执行不太到位 那么这个是所以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传播系数 但经过这一段呢 控制以后有了很大的改新的 传播系数改善了 但是确诊呢 新增加的这个无症状 这些增加的非常快 昨天还是比较快啊 是比较高 现在还在高位 但是呢我们这是 这个我们要进一步 这个吸收它的教训呢 但是现在呢是全国都支持 所以上海是全市动员 全国支持全容筛查 而且尽力做到全力隔离 我们知道啊 吴郑壮的感染者呢 他也有感染 所以这个做好他的隔离啊 我知道上海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啊 全国人民的大概有3.8万个职工到上海支持 因为这是上海啊 这个只要任何地方啊 这个出问题的话 我们是全国全力支持的 所以全国国人应该我们是希望争取做到 那上海这个四伯会 现在已经很快就启用了 把这个四伯会全部变成 所谓的防昌医院呢 是Makeshift hospital 那么这个它也可以有4万多 容纳4万多 那尽量把这个 有核酸撤出来阳性啊 但是就算没症状 都先跟这个没有症状就好 健康地把它分开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是尽可能做到这一条 那么前面都已经把这个已经全国动员起来 所以我相信上海啊 不会太长的时间 能够做好它的疫情的控制 我不再深入讲了关于上海的情况 那么我想讲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国际上以及在我们国内 都有些争论的看法 面对现在这个包括香港 包括在上海出现的疫情 和对我们中国内地是一个 对这个全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 在前面就说到底我们是怎么做 从中央总的战略是怎么做 但一个现在在西方一些主要的国家 它是非常推崇这个 和病毒共产 co-existent 而且totally open 这个一个政策 但是在中国现在从中央到地方 是坚持还是共产清理逐步开放 那么这里头有非常这个尖锐的这个争论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我提提我自己的看法 那么最早提出来跟病毒共存完全开放了 它是在英国 英国它是比较多的 它的前面有些没浪掉 没有没有算 那个这个做什么就才行 那个就不错了 对不起啊 我算了算了算了 那个什么就是防控啊 有些PPT过了就先过了 英国的提出这个呢 它的提法是为现在正... 这个英国的新冠的致死率第一流感 所以它认为现在是可以放开的 那么这个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英国的这个它的情况 大家先看一看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第一次做疫苗打疫苗 那是比较早了 这个是应该是 应该是去年的1月份左右 这第一次打疫苗 那么第二次第二针疫苗 第二针疫苗打完了 那么这个呢是打了第三针疫苗 这个是应该是 今年的1月份这左右 大家可以看看它这个 在英国它的病死率的规律 那么在早期啊 就是2022年这个 当时第一次打的 当还没有还没开始啊 这个是到2021年这个 那么在2020年呢 还没有打疫苗的时候 它的这个病死率啊 是在是比起英国人上啊 比起这个这个牛肠呢 它是高20倍 那它投了一段时间下降 也高10倍啊 5倍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死亡率也是很高的 它经过了疫苗的注射 这个注射1月多开始 到2月3月的时候注射 2月3月它疫苗呢 一般是一个月后起作用 因为打两针呢 一个月后 那么它这个病死率呢 是逐渐就下降下降 那么下降到这个阶段 就是2021年下半年 那么这个时候它又打了这个booster 就是打了加强针 打了加强针以后 正好这个阶段呢 是Omicron就这样主导了 前前的呢还是Delta Omicron占主导的好 大家知道刚才说了 Omicron传染性很强 但是病死率很低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英国呢它就这个病死率继续下降 这个是0.1个% 那么下降到0.1% 它画了这个图啊 这个意图呢就说 我们在英国啊 这已经打了疫苗了 打了三针疫苗以后呢 我们就算这个 有这个感染上Omicron啊 也不要怕了 也就是跟流感差不多 第一流感 所以我们可以放开了 因为流感也从来没有这个什么 动态清零的一说了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看法 那么这里头我们要分析一下 我们要分析一下 它这个它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要做英国发展疫苗的话 他们一开始打疫苗 他们有一个政策是 首先是老人和小儿童 首先接种 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最容易危害的是老人跟孩子 另外呢它英国 这个是我们前一段的资料 大概有可能还有点增加吧 它总共的接种是占了这个78.7% 这个占它的全人口78.7% 那么当然这里头老人是占了 就是还是比接种率是比较高的 那么它有这个基础 有这么基础 但是我们也要看看英国的新冠病死的病率 那么现在初步算起来呢 它是16万5000多 这个病死人很多 它才6700万的人口 病死率相当高 这个病死的 那么什么时候高呢 你看它这个是在接种疫苗以前 这个时候开始接种疫苗了 接种疫苗还得等一个月 一两个月以后才起效 所以这个阶段呢 它是在11万多呢 它占了相当大一部分 12万5000这个数是死亡的 而这个死亡呢 往往是一些老年人 很多老年人体弱的 有基础疾病的 那么后来接种疫苗以后 也有死亡的4万多人 但是它这个死亡率 就比接种疫苗以前是少得多了 所以这个英国提出来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个前提 也就是说什么 它说现在提出来 不是那个时候提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英国提出来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打疫苗 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死亡 而我们中国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中国是采用严格的管控格力的政策 所以它这个就是按照他们那个标准 这些老年人 还有这个比较有基础病的人 我们都保护下来了 但是他们在接种疫苗以前都 大部分都死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所以基于这两个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资料是 前一段的可能现在会有些变化 大家看看不同对于州的病死率的比较 这个WAT就是以前早期的 这个是Alpha 这个是Delta 这个是N方 大家看看这不同的这个国家 这看得不太清楚了 这个是全球的 美国的 英国的 这个是南非的 巴西的 大家看看 那么对这个野生株 这个野生株都是1点几到2点几 2点几这个死亡率 就是相当高了 那么Alpha株也是相当 所以稍微低点 但是还是比较高 1点几 甚至达到像这个南非达到3点几 这个percent 对到巴西差不多也到3 那么到Delta株 Delta株在我们去年5月18号在广州 20号广州第一次是社群感染 这个时候它死亡率是经过 还有再加上一些疫苗注射有所降低 那么到Alpha株的话 大家看看这个死亡率是这样 各国都降低 那么同时也有比较多的 都大部分都疫苗注射了 你看0.42% 这个全球 美国是0.53 英国比较低了0.19 这个是南非 南非还比较高 把疫苗打得少 这个巴西0.50 那么所谓的接近流感 流感一般来说 它的病死率不会超过0.1个percent 那么所以就按这个 就是全球的平均 那还是远远超过流感的情况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说全世界 我们现在这个Omicron感染以后 造成的死亡率 看起来已经接近 或者是低流感 看起来不完全真实 也可能在英国这个地方 它是有这个情况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在 这是美国 这是英国 这随着这个 这死亡的人数 这个是China 这是Hong Kong 大家看看 而到了最近 到了最近你看 香港就明显的增加 明显的增加 那么当然最近就4月份 这是昨天的 前天这个也开始下来了香港 但是还是很 就是它的死亡率还是 但是现在还是接近0.6% 用高益流感 因为英国也有些增高 所以现在你武断把它认为 Omicron已经接近流感的这个看法 好像还在全世界 全球的角度还站不住脚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到 在香港这个第五波的疫情 因为现在是8000多人 那么它是在最新的一个资料 就是前几天 7732中的死亡的分析的话 哪些人死亡呢 哪些死亡的话 你看差不多有70% 没中疫苗的都是老名人 70% 大家看看这个图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红色的是 没有中疫苗的 或者只中一 只中一剂的 这些 这些的话 特别年纪比较大了 那这个死亡占多数是这样 所以这里头可以分析 可以看出来 就是尽管Omicron 这个它的病史率比较低 但是大规模的发生 像香港100多万发生的话 那总会有这个 相对这个死亡的绝对数还是增加的 而且现在在香港700多万的 已经这个死亡的人数 已经比内地更多了 那就说明了 这个不严格的管控 我们会这个生命 会丢失了很多生命 所以从这样看起来 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 这个是洞窄清零还是完全开放 我想应该在中国 应该是在中国 完全开放是不适用的 假如说比如说现在的上海 要是还是 但是完全不管它 那它不是十几万 以后就100多万 200万 300万 这样的话我们的死亡的人数 会明显的增加 就算它的病死率是0.6% 那么这个洞窄清零我们是科取的 但是我们要进行逐步开放 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对这个整个疫苗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势上的战略 那么我简单的就就这么一个所谓的protect 这么一个看 当然预测 这个我们已经做了很好的一些模型的预测 那么还有一个预防 预防等一会我会讲一讲 这个现在看起来在NELF研发出比较好的通用疫苗以前 这个加强应还是很重的 现在上海还有在吉林都是 这个核酸的筛查有 但是也有抗原的筛查 就是一旦有抗原就要这个马上报告 因为它比核酸更加 假如说我们操作是正确的 以及我们设计是好的话 因为抗原的意思就是说除了核酸已经有蛋白了 那这病毒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个来说是更有加剧 那当然我们要加强药的钢给开发 要注意康复还有防控等等这些方面 那么这里头我就简单的谈两个 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现在加强注射的话 这方面我们就是从实用时 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看法 就是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资料 主要是这是真实世界的资料 我们看看这个 这是香港刚刚也出来的一个资料 那是医管局出来的 X打疫苗打两种 一种是Biontech 这个就是辉瑞的MRE 还有一个是这个Coronavac 是科兴疫苗的国产 一剂两剂三剂 那么这个是二十岁六十岁 大于六十岁等等这些的情况 它的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 一个是它的轻症就是它的预防作用 一个是它重症的预防作用 以及死亡的预防作用 我们首先看看对死亡对重症的预防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不管是美国的MRE疫苗 或者是这个国产的科兴疫苗 那么对预防它变成重症的 以及预防死亡的这个结果 特别是对老年人是相似的 这个结果打三针的国产疫苗 打三针的MRE疫苗是相似的 重症的结果是相似的 但是它对预防轻症 就是预防感染的结果的 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这二十到六十岁的 那么打一针打两针 就是打三针吧 这个MRE疫苗是70几个percent保护率 那么科兴的疫苗是四十几个percent 那么这个是有差异 那么现在我们从动态清零 这么一个角度来考虑 可能还是要更多的来考虑 这个怎么样能够进行 虚弹的免疫提高 我们的这个感染率 感染的预防率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刚才一个是 真实世界的情况 我们实用室已经做了 很多的研究得以后我讲一讲 真实世界最近刚刚发表一篇 在Nature Medicine上发表 两针的中国疫苗会有 巴西很多的老百姓打中国的疫苗 但是在两针中国疫苗的基础中 再打一针的MRNA的一个 就是虚弹治疗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结果 这个两针的科技疫苗 再加一针这个MRNA疫苗 所以这个对感染的这个预防作用 它两针的跟这个 跟这个 这个两针的疫苗 这看起来它是对感染是55%的预防 对重症的82%的预防 但是再加上一针 这个三针以后180天用了第三针的话 增加并没有明显增加差不多 但是假如说你改成用MRNA疫苗的话 那就对它的预防作用 和重症的预防作用 都有明显明显的增加 那么我不讲详细展开 这刚才我讲这个图 都是一个真实世界的情况 那我更重要的是想讲一讲 我们做的一个一些实用室的结果 我不展开 但是讲几个结论 一个是加强免疫势在必行 我们在真实世界里头观察的结果 三针的灭活疫苗 和三针的MRNA疫苗的 Omicron重症发生率的结果是相似的 但是对感染的预防率 三针的这个国产疫苗是稍微差一些 那么通过我们实用室 对疫苗免疫原性的分析 就观察这个抗体的产生 以及细胞免疫的能力 两针灭活疫苗接种以后 使用一针的一种疫苗 不管是MRNA疫苗 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 线命的疫苗 或者是我们国产已经有的 较大半百疫苗 不管是哪一种 就是不要同一种混打 其中综合抗体的水平 特性CD4的这个水平 活性都比三针的灭活的高 根据这个情况 我自己打的第三针 我是打这个致飞的疫苗 所以根据我国动态清零的障碍 就是这个战略 不单是要减少症状率和死亡率 同时要减少感染率 这样才能够达到动态清零的 这个目标往前走 所以目前我们从学术上的看法 采用疫苗 一种的疫苗作为虚冠接种 是比较可取的 是让这个需要更多的真实世界 能够证实 在我们实用时的结果 是这么一个看法 那么上次就很简单讲一讲 这是我们南开的这个大家同学们和老师们 都要努力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发展一些这个化学药 以及一些或者一些组织剂 我们我这不详细讲这个 如何病毒侵入以后 如何的这个一个泪吞 泪吞以后脱一翘 往以后就出现这个RNA的复制 以后这个出现粗牙组张 再就这个形成狼泡 转移到转移病毒最后包吐 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 那么这里头比较重 有很多的法典 那么这个法典里边就是 病毒复制的组装过程 现在比较共识的有些要务 就是一个是3CL的Putin 一个是RDRP 就是这个R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这我们的法典 现在已经研发了不少药 你比如说对RDRP 这个现在莫沙东这个Monopurium 这个已经上市了 这个在中国还没有 但其他地方有 但是我们中国也生产了 也研发了几种RDRP的 现在正在国外进行这个临床验诊 因为中国病人太少了 现在目前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3CL的抑制剂 而现在中国就是 美国生产 中国现在已经进口了 叫Perotovate Perotovate它是这个 现在看起来在我们吉林 有些地方已经用了香港也在用 但是中国已经有好几种正在研发 对有的得到临床前 其中有一个上海的已经到美国 在一起做得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主要就是没有病人 所以对我们的药物的研发受些影响 当然这个中医这方面 我们只是做了少量的 就是做了一些这个食用室的工作 同时也做了临床多中心的实验 比如说棉花轻温胶能 这是对普通型的 比如说雪碧镜对这个重整型 雪碧镜主要是活血化医了 比如说对这个 对这个康复期的 这个不会活血造浪 这些都做一些多中心的 那个对照的实验都证实它是有效 这个我不详细讲 因为这个不是 这个现在我们也弄出一些这个单体 来进行一些实验室和临床的观察 正在做二期临床的作用 所以这个是我讲有关的 有关的这个新冠的简介 下个我就想跟我们的同学们 还有老师们谈谈我对创新的一个理解 那么这现在还有几分钟 我先谈谈 这个是我是在 有我们这个 习主席在2020年 就前年5月29号 给我们25个科技工作者写了一封信 在按这个一封信 当时元老还在 在这里头特别要谈到创新的问题 我所讲的轻无科技工作者 那不是单纯是自然科学 而且社会科学也是科技工作者 我们社会科学这里头也是非常极硕 我们南开大学培养了很多 很优秀的社会工作 科学工作者 在这里头特别强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而第一动力 科技是战胜困难的 有力的武器 同时就是提出要坚定的 创新自信 着力攻克关键核心的技术 促进产学研的深度结合这个问题 那么习主席就提出 唯一创新者进 唯一创新者强 唯一创新者胜 那么这个对这个问题 我想还是想谈一谈 因为这个尽管是谈过很多次 但是我觉得特别在大学里头 对这个创新是应该有一个 还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我们知道这个创新 首先就是我们的发现法 discovery and invention这些 那么创新发明 我们可以在这个 这个publish很多很出色的论文 甚至可以也可以获奖 我这个印象最深的实际上这十年前 在华南理工大学 还有他这两位学生 也就二十二三岁吧 两位学生他就是他自己是学过 是搞计算机的背景 但是学过一些生物学 那么他在这个 这个教育学科里头 他又搞了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叫在后来 他就这几个年轻人写了一篇文章 写给Nature 这个Nature Biotechnology 那么这个文章的名字 Building the Sequence Map of the Human Panteneum 那么就是这个一个 一个就是所谓的人类的放基因谱的 一个序列图谱 那么这个实际上它的核心意思 就是有点在人跟动物之间 有一些基因是两边都有都没有 这就还没太搞清楚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来说是当时是确实引起了 2009、2010全国都很出名了非常好 那它是不是一个创新呢 我的看法它是提出一个非常好的idea 一个发展方向 但是充其量它是一个创意 有一个很好的创意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引进了很多 也仿制了很多 当然我们有集成创新等等 但这个来说我们可以 这上面搞了以后 我们国家可以产生很多的经济效力 也有社会效力 但这个是不是创新呢 这个也是像这个广汽搞了很多 这个也是创建 真正的创新的意思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discovery 再加上经过你的努力以后 你这个以后你通过你的discovery 或者你的invention以后 它产生了社会效应 产生了经济效应 这两个加起来才真正的叫创新 这叫innovation 从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我们在国家 一个所支持的 不是单纯的是一个发现发明 这个或者说基础的一些研究 它必须要往前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 简单讲个例子 这个大家都熟悉的 这个 它说古红酒跟那个Alison 他们在1992年就发现了一个 程序性细胞死亡相关的基 这个是在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GIN是叫PD-1 PD-1它这个PD-1 这个免疫细胞或者是Nature-K 就是自然杀伤细胞 上头有一个这么一个 就自然杀伤细胞 它当遇到抗原提升细胞以后 它刺激以后 它就具有这个杀死肿瘤的作用 但是它上头有这么一个基因 叫PD-1 那么要是跟这个肿瘤 它有另外一个配体 它能够跟PD-1结合 一旦结合以后 这个杀伤细胞就不能杀死肿瘤 所以这个时候肿瘤就无限的生长 这个 那么这个是它发现的 这个PD-1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情况 后来经过人们的努力进来发展 那为什么不能够发展一个 PD-1的抑制剂 不让PD-1跟肿瘤上的PD-1的一个配体结合 这样的话保持这个杀伤细胞的T细胞的 其中一种的这个活性 使得它能够像正常人那样继续杀死肿瘤细胞 那人呢就对肿瘤细胞就能够杀死肿瘤细胞 所以现在就发展了很多这个PD-1的抑制剂 或者PD-1就是PD-1配体的抑制剂 那么经过了这个发展现在叫免疫治疗 结果通过这个我们治疗了很多肿瘤病人 同时使很多肿瘤病人生命大大的延长 所以它通过这个理论研究以后 最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益 当然也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中国现在有几十家 PD-1的抑制剂 那么这个本身全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创新的一个理念 是不是 常常讲我们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 喂 deadline 关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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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印象非常深 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搞基础研究的 但是就当时我记住这句话 就是主席讲要加大硬弄 基础研究的力度 当然这个也是基础了 推动重大科技为抓手 达通最后一公里 那么很重要的一句话 我就是要加强这个科研成果 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 这一条是它的一个 也就是说搞科研搞各方面的一个全过程 我想这个看法不单是对自然科学 对社会科学也是一样 你提出一个看法 一个理论 一个什么 它最后在实践里头 经济学的 社会学的 各方面 你最后在实践里头得到了证实 这样的话就起到它的社会效益 所以这个这条路 这个当前从中央是非常强调 那么这一条我就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叫创新需要什么数据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所以很多莫德奖的科学家 总是讲一个人要有所创造化 首先要有curiosity 就是好奇 追求已知的为之 追求已知的为之 就是靠奇 那么这个好奇现在在中国有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首先这个是对的 他们很多路边讲都是讲这个 他们的经历 就是他有好奇才有个开头的精神 这个我想这个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头 有一条我这个有一些体会 这个我是已经结束了 从在英国学习的时候 也就将近40年前 在英国再找一批参加留学生 就是当教育部留学生我第一批 那个时候他就搞了40年的曼之言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但是我所理解到当前到中国 以及全世界这些病人 都是等到他有很明显的气触 这个像这种走入困难的时候 才开始注意才开始治疗 我们说慢阻肺是分成四个期 第一期没症状 第二期有很轻的症状 这个也不太注意 到第三期就出现症状了 第四期根本走不动了这种 但是现在很奇怪 全世界这个很只关心这个出症状了 比如说这个三四年前两篇文章 一篇是王晨教授 一个是方文写的两篇 一个叫Nanset respiratory disease 结果都差不多 中国的这个慢阻肺的方便率很高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在一期跟二期 三四期很少 这是这张也是一样 不管男的女的都是一样的情况 那这以后就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三四期啊 这个一二期没人管 就是管三四期 为什么是这样 也就是说很多病人 他很在一期在二期的时候 从来没人管他 说你没病 但非要懂到这个到了晚期 到四期的时候 轴期路来都困难了 这个时候才管他呢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甚至在今年的曼祖菲的全球指南2022年 还是这么说 你只要你有症状或者急下症状不要管他 这是西方国家占绝大多数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看法呢 实际上跟我们的以健康为中心的这个理念呢 是不一致的 我们说到我不详细讲那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是费功能 随着时间的发展 这个费功能是逐渐逐渐下降 但是呢 气触的症状 就是气急 气颈的症状 并不是肺功能下降早期就出现了 它是肺功能下降到一定程度 甚至下降到50%左右 它才出现气触 所以在这前头呢 这些机会呢 就早期你不干预他 这样的话呢 他慢慢就等到他出现气触的治疗 这实际是下策 这个是下策 为什么我读大学的时候 那是1956年读这个内科学 内科学是什么叫糖尿病 三多 一少 多吃多喝多尿 一少就体重降低 这个叫糖尿病 现在什么叫糖尿病呢 糖尿卖升高 血糖升高 糖化水红蛋卖升高就要干预了 所以这个慢主肺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指导生意 我们一个朋友在国外他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 但是他们觉得很难做 在全球上也是重视很少数的重症 或是绝大多数新症 而治疗慢主肺的患者呢 病人你治疗这么困难就因为太晚了 我们远远落后于高血压 糖尿病的治疗的早期的理念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相当艰难经过8年的努力 做了一个实验 就在社区找到了将近1000个病人 就是符合一期二期的慢主肺 但是他没什么症状 就用一个药一天一次的治疗 当然这个是新的药了 我们国产也有了 当时是没有还没有国产有了 这个进阻了以后 医阻就是给安慰剂一天一次 医阻就是用这个叫 Sytocyan-Fort reservoir 一天一次 那这个工作是非常困难 因为我们要求病人用药 那病人说没有必要用药 我没病人 就求他 就经过了两年的努力 最后再总结 这个总结的结果是出乎我们的意外 这个是指的肺功能 我们不详细讲到的概念这个时间 经过一年 我们这有几张我们不讲 就讲这两张两个吧 这个就是用了药以后 你看它肺功能 这两年之内差不多保持的还挺好 但是假如没有用药的话 这两年就下降了 下降了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下降的情况可以看到 从这儿可以看到 我们不详细讲那个概念 就是用药的那种 不用药的那个安慰剂 这两年之内的肺功能 这通信功能是一直下降 而这个不用药的 就用医院药 就一个很简单的药塞个细胺 它就能够保持它变化很少 因为正常也会下降 因为年纪大嘛 所以肺功能还是下降 所以它比起来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这是第一次 在所有的衡量组织的药物里头 第一次能够使得它的协力降低 就是干预它 不让它协力下降的第一次的结果 所以这个结果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启发 这个研究就后来发表在这个新英格兰字 据说他们编辑部有很大的争论 最后还是发表了 因为这个很难做 我的很多朋友在英国他们想做 但是他们没办法动员社会的力量 我们真的就可以 所以这个结果做出来以后 就引起了比较大的这个考虑 做大家的这个争论 这个我们又观察了三年 这个病人就是这个用了药的病人 到第三年以后就停用了 停用了到第三年以后 他就慢慢恢复到跟没用药原一样 这个是我们观察了三年的结果 所以现在我们得出一个看法 对于这个很早期就绝大多数 病人的一个简单性的研究 在世界上第一次做 那么这个就一个简单的药 能够明显地改善肺功能 而且推迟这个肺功能下降的趋势 那么当然这个从我们观察 这个塞多西方一个需要长期的用药 才能保持肺功能不会恶化 所以从这个思想来考虑 我们为什么不考虑 慢组肺早期干预呢 但现在全世界都没做 所以我曾经想过高虚压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在1940几年的时候 在贵阳兵广播才知道罗斯福去世了 这个罗斯福美国总统 是神死的 是脑穴管正风死的 但是他被连任美国总统的时候 两个月还说罗斯福白宫的顾问 还说罗斯福的身体好急了 没问题 实际上这长期有告绝啊 但是没症状 最后这个脑出血死了 所以对 现在呢 只要有人我们大多数的 我们周围的人有血压很高 都注意了用酱氧药 冠心病心肌梗塞最后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很多注意了 这个罗斯福的肝硬酸脂这个 子蛋白高的话 早点用酱子药 不要发展到这一步 对糖尿病 血糖高了就开始用药 别等到这个更多症状出来才用药 那么为什么慢足肺不能够 到等多呼吸困难再用药 呼吸衰竭就已经晚了 为什么不在他早期发现这个肺功能下降了 应用难量下来就开始用药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个 大规模的这个社区的观察 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问题 我想了30多年 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是因为疫情 所以我们晚了一两年 但是我相信大规模的社区的 这个实践的话会证实我们这个看法 会改变我们对这个慢足肺治疗的政务 我觉得这个好奇以及开脱 在中国是已经不够了这个数字 在中国还要考虑有个使命感的意思 什么意思跟大家讲一讲 我当然举个例子 在1967年 因为当时在越南 中国当时还是抗美援越那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越南 我们很多的解放军战士是 非战斗检验很厉害 就是为什么呢 大量的灭迹 那时候路口已经不行了 也耐药了 所以当时国家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希望全国开展 那时候还是在文化革命期间 但是政府提出来我们一定要开展 全面的这个对这个灭迹的 这个防治办法 那时候就对基础提出要求 那个时候我刚好是在北伊 还在北伊 这个时候我当时就 这个大家都认识图优优 那我入学的时候是一年级 图优优是四年级 他那个时候就国家提出一个 523研究项目 这个他就在这个走后背起一方里头 看出有这么一个一段话 他最大的贡献是用 他不是用水寝的 而是用泥 以泥来提取 提取出来一个轻凹素 这个轻凹素后来他自己做用自己的 做实验这几个人 那年轻人很努力 做实验就打了这个穴疾 穴炎虫 以后得了穴疾以后用这个药 结果效果不错 那么后来就推到临床上了 因为那时候没那么多药监局 有那么多的往前干 就像那个披霜三氧化二氢 甚至要白血病一样 也是那个时期 那么到了临床发现有些问题不够的话 他又回到基础研究 那么基础是另外一位教授 不是在青蒿里头提取 在黄蒿里头提取 这个行列很高 同时也改进了这个工艺 那么入体取出来就是叫做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双氢庆号数 当时这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 李国乔教授也做了大量的实验 到太平洋群岛到这个云南 到缅甸泰国做了一些 那么又同时 那么现在经过一段时间考虑 这个鹿魁改建为磷酸泰魁 双氢庆号数变成双氢庆号数 这两个搭配就现在已经成为 全世界最有效的搭配药 那么这个李国乔在 Koromo群岛也在获得了这个 总统的这个奖励 那么经过这三四十年的努力 那么最终呢 我们知道这个服务又得到了这个 我的高班同学了 2015年得到洛贝尔医学奖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使命 也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国家 有这个需求你就得要做 那不是当成一个兴趣 所以我的看法这个使命感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要赐予科技工作者 更重要的一个这个高度 比如说现在当前的情况下 比如说现在我们遇到的这个抗疫 黄米狂他的生物特征 他传播规律是怎么样 不太了解 为什么这上海就传那么快 他大部分是无症状的病人 他跟传染性有什么关系 那些一些病人需要多长时间 他什么情况没有传染性的 不需要隔离等等 这虚冠治疗对Omicron预防效果如何 需要赶快解决 我们现在国产的抗疫 最近美国又撤了一个抗疫 就是说认为那个对BA2效果不好 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还是好的 国产抗疫综合作为 我们需要研发新型的 Omicron小分子药物 这都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这个使命的问题 也是我们做客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动力 我的意思是这样 使命感就是有一些东西 国家特别在现在 我们中国是被很多国家是卡脖子 这个时候就要使命 这个从1960年开始 我们的原子弹 氢弹 这个航空上天 都是有一个使命的要求 要我们做 但是我们作为个人的话 年轻人的话 这个兴趣不是单纯 像国外所教的靠兴趣 来套其心促进你 而如果有个使命 你在这个使命的基础上 你好好地专严进去 慢慢培养出自己的兴趣 当你培养出兴趣的话 就会有热爱 完了以后你就这个时候 到这个程度的话 你就有追求 这个时候不是要我做 还是我要做 只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的时候 你才能够产生一些 有可能产生创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中国应该 我们的年轻人应该有这么一个 国家的需求 也是我们要专严的 要专严就要专严下去 就会产生兴趣 就会热爱 就会有追求 这是一个对使命感的看法 实际上这个来说 在论语里头早就有谈到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弱知者 就是说同一份工作 又有能力强的人 不如喜欢这份工作的人 喜欢爱好这份工作的人 又比不上能够逃走一工作的人 这个我看对于我们的今天 还是很有借鉴的意义的 第三个就是要 第二个就是尊重事实 这个创新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 同时要有诚信 尊重事实这一条 我想我还是有一些体会的 这个是18年前我所遇到的 我不讲在我英国的时候的情况 18年前是这个非典的时候 当时我们在座可能有的同学还没出生 出生了但是还很小 但是老师我们都记得 当时我在英国当时也遇到一个情况 我就不讲那个故事了 全文的意见不一定总是全对的 自己的实践 或者你亲眼看到的结果是最可信 这个包括我们的博士 我们的硕士 最要相信的是自己做的结果 你的方法假如不对的话 这是我在2002年 就是10年前遇到的一个 20年前遇到的一个第一个病人 就是这种情况 这个不详细讲了 这个高烧部队从转到我们研究所 他的病发展得非常快 我不详细讲了他的内容 这个是X光片子 黑的是正常的 你看他变白得很快 这个这4天之后就变成 我们都觉得没希望 这个X光医生这叫做ARDS 就没希望 没想到我们用了一些 一定尽量的皮质基数以后 第三天改善了 我就很奇怪这到底什么病 我们后来遇到不少 就开始找到了一些治疗的规律 做了一个多月吧 找到一些治疗规律 那当然这个非典是从广东开始的 以后就传到美金 传到很多地方 往后以后通过中国 传到全世界都有 这个以后总共不到1万粒吧 达千多粒 跟现在没法比100多万 现在是这个好几个亿了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 他因为死亡率是10%很高的 这个情况是什么 当时我们也给病人做了这个 这个肺的活检 那这跟一般的肺炎不一样 这个你看这个是一些透明膜包着 这有一些这个兼职显微化 这么一个表现 那跟一般的肺炎不一样 这个中性粒细胞紧润 淋巴细胞紧润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可能肯定不是一般的肺炎 也不是一般的肺部的 这个各种这个常见面的感染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治疗 但是真的这个时候 也就我记得最清楚 2003年2月18号 我就早晨一起来从中央电视台 这个人民日报 这些得到正式通这个消息跟广播 在中国某中心 在某些中心 广东某些中心共同努力下 这个广东部分这个出现的 这个非典型肺炎 病原基本就是医人体 chamedia 那么这个医人体 引起了肺炎采用针对性的 强的抗生素非常有效 但必须全程度量规范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我们看了以后 是大吃一惊 因为我们几个搞第一线的医生 觉得这个看法看起来不太对 为什么 他主要是当时在尸检的病人里头 发现一些医人体的颗粒 这个颗粒 那么这个当时我记得 这个广播了以后第二天 就三十几个专家到广东来 跟我们讲讲解 但是我们就有不同的看法 在广东的专家 我说这个临床观察 这个病人这些病人高传染性 就像这次 这个新冠这个家庭的 还有医院聚集性 那个聚集性恶化 你采用不管是什么 抗医人体的抗生素都比较小 而且有一部分对病人 有品质基础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跟他们讨论的结果 我们认为这个医院体可能是 病人技法感染致死的原因 而不是致病的原因 但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跟一个有关的领导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健康部门 卫生部门也受到一些批评 认为我们没有按这个他们的指导来进行治疗 但是我们还坚持按自己的规律治疗 那么最后经过了一个多月 最后证实了 这个最早的应该是在香港大学 这两个我的好朋友 Beris Monnick和袁国勇 他们发现最后这是一个冠状病 我们是在一个月后 也在广东的也是冠状病 那么这个东西假如说我们就按照那个来做 不尊重我们自己观察的事实的话 那就要牺牲更多人的生命 这个是在美国 我当时现在美国特别特朗普 他这个侮辱我们 说我们这个新冠是我们这个实验室做出来的 实际上这18年前同样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被邀请到美国讲课 讲课的时候当时这个是Wall News这个杂志 我在走廊一看 看到这个非常生气 你看这个SARS virus is a Chinese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就是说这个是中国搞的这个东西 可是造成漏出来了 这个未来毁灭世界 而且用污入我们的这个矿语这个杂志 污入我们 所以当时我记得就是当时我就 这个这个勇气倍增 当时这是临时开的会2000多人的会 这个在这个会上我就讲这是广东的 讲他的这个情况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这是很有信心 因为他们不懂我懂 这个是CDC的这个是海军的一个顾问 这个讲起这些东西 后来德新社的访问 我就把中国的情况讲清楚 这是真正事实 最后他们也认识 这次新冠是两这个两年前 当时我们这个是专家组了 大家都熟悉李建市 高福院士 是我还有袁国勇院士 曾光等等这些 当时就我们通过一天的调查 以及我们知道掌握的材料 我们非常明确的提出来 这个病是有人传人 是有医护的人传人 所以必须要采取很强烈的办法 当时就说有两种看法 一种就是所谓压制 一个就是缓解 因为按照英国的看法 对这种病的话就 他就是这样 这个是医疗能够承担的水平 我们采取压制的这个遏制的办法 让他不要超过这个限 够了 它肯定会发生 你不管他都是超过了 他们是这个看法 但是这个在中国一开始就不是这个看法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这个病它的传播技术很高 SARS也就1到2 一个传一个 一个挺多传两个 但是它至少是传三四个 很高很高 这是一个 第二个中国有非常沉痛的教训 就是也就是说20年前那个SARS 19年前当时我 这个这些还是当时一些照片 这个是长安街大家看了 长安街是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很多人离开北京 这个没有 就是这个 这个超市就很困难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国家的领导也都经历过SARS 所以他们对这个非常警惕 而且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是生命至上 Life supremacy 所以中国这个决心才要走这条路 Suppressant 所以走Suppressant 这个大家都熟悉了 当时专家提出来不要去武汉 不要离开武汉 那么后来国家提出封城 这个要实时的汇报 找预防找发现PCR检测 建立方畅院等等 所以我们比较跨的就控制了 所以这一条来说 也就说明这个 尊重事实的重要性 那么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是我们在15年前非常著名的 可能我们很多同学就不了解了 我们老师都了解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 叫王宇熙 韩国的搞生物 搞这个再生医学的生物学家 他曾经克隆过狗是非常有名 而且后来他在Science发表了两篇文章 就认为就可以克隆人的干细胞 这个动物 但干细胞 他是用这个人的体细胞的细胞核 注入到暖子以后 就能够产生人的干细胞 那这是一个极大的科学发现 所以当时韩国给他几十亿的这个支持 再捧为这个韩国的这个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但是后来他的同伴就发现 他的一些就是跟他一块做的 觉得是一场是有欺骗的行为 他在2015年上一次发表一论文 当时他有九个克隆细胞 后来就发现他有七个省是用其他的 是把它加工做出来的 另外那两个也是不对的 不是说他所说的克隆粗干细胞 而是用体细胞来代替干细胞 而不是从克隆胚胎里提取了干细胞 所以他这个发现实际上就是一个骗局 那么这个来说是也惊动了全世界 后来这两篇 科学这两篇文章就给他撤掉 当他后来受到处罚以后就开除了 不在那时候在汉城 正在首尔 这些是他的研究生的告别 这个告别研究生 这个事情当时给我们的教育很大 这个大家也知道就是大概是 这个是也就不到十年嘛 这个在Nature发表一本文章 他主要是发现这个体细胞 把它放在弱酸性的环境中 刺激以后可以产生 多功能的这个就是STEP 那么这个就是多功能的 这个所谓的多功能细胞 这个后来也是发现 就是这个他的学生造假 那么他公开道歉 最后这个提警方数他在家自杀了 这两个事情给我的教训 就给我们的教训非常深 所以要尊重事实要诚信 第三个就要制作的追求 这个我讲快点 这个制作追求 这后来是第一位的 我记得就是在30年前 我和一个美籍华人他来到中国 想研发这个一个药 这个药当时还不太清楚 但是提高免疫功能 同时对组织有些破坏作用 所以当时就是叫这个PTS 我不详细讲 他跟多种融媒体 这个融媒 结合以后产生一个油性的东西 但我发现就是第一次跟他一块做的时候 其中第一个病人是有一个舌癌的病人 12病人就他这个没办法吞东西了 而且呼吸也困难 也没办法 那么试试看用这个注射打一打 但是也不太知道他的道理 这个华人他不是搞医的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对细胞有破坏作用 我给他打一下以后 没想到这个病人打了几次 而且这病人舌头这肿瘤消退了 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 后来就做了几种病人 一个是94年92年开始做 94年一个90岁的高女老人 这个乳腺癌复发了 他原来做了手术复发了 复发者打了几次的这个PTS以后 这个差不多消失了 完全消失了 那么他就能够 当然他不愿意再做其他治疗 结果九十几岁就回家了 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 后来这肝脏那个实体瘤 这个是肝脏一个实体瘤 一个肝癌 那么开始是采用这个 我们传统的肝动脉硬化疗酸塞素 酸塞素以后好了一段时间几个月 后来又复发了 又有些复发了 复发以后就不好做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采用这个PTS 通过这个内视肝动脉化疗酸塞素 给它打进去打到这个肝脏这个部位 结果这个肝脏这个出现坏事 结果有机会手术了 手术就做出来 这个全部是坏事 形成包膜 那么最后这个病人本来到这个程度 应该6到8个月就死了 结果就活了5年 所以当时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 这个时候大家看了 这个时候很厉害 腾弄很厉害 而且后来打了药以后 全部打了就坏死 结果就缝了针以后 这个也给它一个很好的机会 还有就纯癌 所以这个很厉害的上不一样纯癌 那么经过注射几次以后慢慢缩小 缩小到差不多的时候 就给它做了个手术 结果这个病人访问了2年没有复发 所以这些临床的资料 尽管我们基础懂得太少不多 但是临床资料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所以当时我们就感觉到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肿瘤坏死的 有强烈的坏死作用 对症伤细胞有损伤 但是不太很强 这个我不详细讲它的经历 所以这个用几种实体瘤都是有效 也没有严重的负造用 所以我们就希望把它能够在实践上用用 那么这个是在1999年 我们在华盛顿DC在美国的FDA进行申报 当时是搞化学的搞统计的搞生物学的 当时是这个是美国美籍华人跟我合作的 这个是我这个是我当时就90年在一块 后来再玩以后他们看了 他们最关键的是看疗效和安全性 那疗效安全性好 他们后来就同意在美国做临床 当然在美国做也太贵了 那个做临床实验 我们就回到中国来做 那么做以后 我们最早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很严格的药监局规律什么 就94年就成立了这个 有个卫生局的同意我们就开始做了 那么做了很多 那这里头我就不详细讲了 那么我们做了很多种 五线癌头颈癌这个 这个是药监局批准我们五线癌头颈癌的试验 那么这个是在2005到2009 同批准我们做晚期肝癌和肺癌的试验 这些都做了 都做了后来一直都这个例数也不太够 专家们也不太相信 那么最后基本上都是不是太同意 后来到2009 当时我们就像我向外交官就提出来 我们你干脆就做医癌做肺癌 特别他们提出来要办有严重的气道堵塞 就是肺癌涨到气道里头 要这病人都快不行了 这个你们做实验 这样 我们也坚持做下来 做了80几粒 80几粒 80几粒 同时就我们发现专家的意见就是 认为我们基础的研究太少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做基础实验 这是我一个研究生做的 这是这个做一个种植瘤吧小树 这个种植瘤 那个因为这个PTS里头含有30%的乙醇 所以我们就把30%的乙醇打了进去 打这个肿瘤 结果还是在我们涨 那么用100%的乙醇也有坏事 但是周围还是有肿瘤在涨 但是要是用PTS的话全部坏事了 这个再做了一些基础研究 专家提出来 你没有基础研究不行 那是的 这个就是说刚才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又打了PTS全部坏事了 这不详细讲部分坏事 那么这个结果再包括一些什么呢 一些这个跟虫的骨髓与虫比较 这个是用打PTS对细胞的活性影响 这个70到150还有细胞的活性 这个这个是乙醇 还好很有影响 到了1比10才有影响 但是PTS比它强10倍 这个这个结果 那么这些是基础的研究 已经做了一些基础研究 对它雕王的研究 这个细胞紧直性 以及组织蛋默B的活性 增加油脉胃体的通透性 这补充一些实验 补充一些 那后来就从2009到2010开始 就是它批准了以后 就开始做中期的临床实验 这是一个气道类的肿油 涨到气道里 所以阻塞了这个左阻止气管 左上野止气管 那么经过几次打了以后 最后这个肿油脱落了 脱落以后这个出来了 这个两个气道出来了 那么这是伊林里面做的 那么这个结果你看 这个以后最后就 就这是整个左阻止气管 左阻止气管开口 那么最后你看左阻止气管 原来打以前的时候 完全是费补充 那么打完了以后 费完全负账了 所以这样做了80几年 80几年非常高兴 而且它存活期是明显的增长 13个月 比起其他的局部治疗好得多 长得多 所以这个来说 我们在待了30年 那么在2015年就最后 专家们全票通过了 但是可惜就是2017年 就有一个腰间局有一个规定 说是要全部的 所有的申报新的项目重新审查 所以那个时候叫7月22号的一个文件 使得很多包括我们这个 这个也是在天津 就你们所在的地方 跟红日一块来做的 当时也是因为怕里头有些病人 要不大合格什么 就不敢再把我们染色放的了 到17到现在已经又5年了 那么经过这全街后30年 我自己的体会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战质死剂 对尸体流是非常有效 这肯定 但是我们也存在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缺点在哪儿呢 我们也不要太分散了 一会儿做肺癌 一会儿做乳腺癌 一会儿做这个肛癌 说服力不够 这是我们的缺点 第三个呢 有效率跟安全性固然很重要 但是你的基础研究跟不上了 你缺乏理论和机制的支撑 这个使得专家对他不太相信 这个都是我们 我认为都是我们的缺点做得不够 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 每一次上这个会 这个专家都是一开始就不相信 这个也有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评审的专家以及有关的部门 缺乏一些创新的思维 因为在美国FDA 我跟他们讨论的时候 他们什么话就是认可 而且你们可以试的 他说一个是安全 一个是有效 但在这儿就不行 一个是国外的没有 另外一个他们觉得你这个基础 讲得不够 我们尽管要补充一些还是不行 但后来补充了一些好一些 所以尽管要有安全有有效 但是机制不清不足以性 所以这个东西有我们的问题 也有这个专家的问题 当然首先是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 我想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 自主的追求是走向成功的关键 最近可能我最了解的 已经技术上全部批准了就要追求 好 那么下头讲一个是第四个 讲要协作 这个协作我的印象最深的是 18年前的冠状病毒 这个东西并不是香港或者加拿大或者美国最先发现 最新发现的是我们军科院的这两位 我想相信他们都在 杨瑞福和朱青瑜 他们两个在二月份就发现了 这个是Science的一篇封面 Science China mistrust 什么意思 就是本来是中国人内地 首先就发现他mistrust 这个机会丢了为什么 他们认为要保密 那个时候我们很缺乏杰作 也缺乏重复 可惜了 这个实际上是中国最早发现 但是是就变成是境外发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大家知道这个小分子RNAScience 名为这个最 这个2020年的这个 2002年的这个小分子RNA 就是我们引进了一些小分子的 这个核甘酸的一些聚合物 以后使得小分子核甘酸 它能够使得这个基因不表达 就是基因沉默有这么个情况 这个我就不详细讲 因为时间的关系吧 这个我们就懂得了 那次用这个能不能用在治疗SARS 是在2004年开始做的 但是SARS我们知道 这个也就是大半年就过去了 但是后来我们就联合这么多的单位 包括动物所中医科院 在国外有的是做小分子RNA这些 发现有两条核甘酸是非常好的 能够抑制这个SARS病毒的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动物实验 动物实验这个结果就发现了 这生五个组 一个是两个对照组 一个是预防组 一个是同时治疗组 一个是得病以后治疗组 这个是体温 这个是病理就不详细这样 那么最后这个是病毒的繁殖数 预防组治疗组 四只猴子都很少或者没有 治疗组没有 但是对照组病毒的繁殖很厉害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能够很好的 这个小分子RNA的沉默基因的疗法 能够治疗这个肺炎 那么可惜后来SARS没有了 我们也没接再往下做 但这一次我很高兴 我们有两个单位已经开始 又做这个小分子RNA沉默技术 当时这个文章是发表了 而且还被评为这个Discovery 100项里头的重要结果 但是可惜我们没有继续 所以我们这一条是一个很大的教训要做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立地 立地就是什么 我们要立地顶天 就是有我们自己新的战略 新的看法 新的这个发现 立地就是什么 要研发符合中国国庆的药技术 演变有效安全教练 这个大家知道红外线的技术 红外线的技术已经广泛了易用 我们就把它这个改进一下 变成一个这个观察皮肤和血液流动温度的 特别是对于下肢静脉血栓的 跟超生对照发现它拧拧能解决问题 而且发现这个有时候出现肺栓栓 肺栓栓栓是三大猝死的原因 那么有时候这个到这什么地方呢 那个栓栓的部位以后跑到肺 比如这个病人我们发现不在下肢 后来用红外的方法就发现 是在这个左手骨 左手骨静脉 后来做了这个手术以后 这个病人得到了治疗 现在就是在观察它的血供 它的血供就是指的是动脉的血栓 另外还对乳腺 就是一个研究生正在做 那么在乳腺都是在普查里头用这个木靶 等等这些来做超生 但这个看起来红外 确实可能会比它更灵敏一些 现在正在做 所以在我们早期 右右的上方已经有这个颜色的改变 但是做木靶这个还没感受出来 但是到了再过这个所有个月以后 发现腋下已经有 那么这个时候才发现 所以这个乳腺的这个检查很简单 但是可能很有用 这是对中国很适用 这个我们做了一个所谓的 这个是一个学生在外科做的 不用插管 这个不用插管 只是做静默麻醉 再加上局部的胸腔的一些结状神经的麻醉 就可以往下做了 这个用一个适中 这个银朵轻女适中这个小肺癌 要找到他的地方 完了以后做 做了这个以后就非常小的窃口 而且这个通气使得他 这个就不详细讲他的过程 最后结果这个病人 做两个小时就可以洗 就很快洗 因为他不需要插管 所以不需要这个慢慢服输 以后两个小时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们就是这个看起来 不是什么兴起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可以考虑为病人作响 能够很快的解决手术问题跟出院 那么这个结果就我们已经进行了推广 在68个国家进行了推广 这个简单的技术 那么同时也在英国建立 在我们这里建立一个培训班 专门培养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就是立地解决问题 最后我就向我们的年轻的同学 提出几个期望 几个期望 首先就是我自己在这么多年的 这个努力 自己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期待 首先一个我们的同学是应该是 首先是肯干 是要有动力 不管做什么东西 必须要有一个胜进性 永远不会满足你自己的成绩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追求的目标的时候 一切为了追求这个目标服务的时候 你周围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你不无自己为让 这个是我的追求的轨迹 我是60年大学毕业 就碰上文化革命 我做过这个在北京做过了一年的 这个过路房的那个烧暖气的工程 当了一年的农民 那后来文化革命回来以后 71年也就是说我过了10年才当住院医生 当时就响应号召成立慢治炎组 全国治疗 这个是我当时在这 我们就三个人搞 成立74年成立呼吸科 79年成立呼吸病研究所 那么但是我们还继续追求 9394年我们这个小的学校 地方的学校就成了很 我们已经觉得很少了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往上追求 2003年有那么一个机会 就成为国家教育部的国家正典学科 2010年经过我们的努力成立了国家实验室 那么当然最近成立了国家呼吸中心 那么去年成立国家实验室 这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研究所和实验室的概念 第二个就是要能干 这个能干是在于你的能力 很重要是基本功 这五个基本功里头 我不知道我们同学们觉得哪个最重要 当然代仁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在这几个基础里头 最重要的基本功是语文 我觉得我的一些进步很得益于我的语文 就是小的时候学语文还可以 作文也还可以表达也还可以 我们所有的学者 所有出色的学者 不管是搞自然科学的搞社会科学的 你看听听他们讲的或者他们写的 那就是非常有层次非常有逻辑的 基本的人他是有这个基本功 他成功的机会有大很多 第三个是善感 就是要有凝聚力 什么凝聚力就要调动积极性 大家知道这一条也要记住 所有的人天生都需要别人尊重的 发现和宣扬你自己团队人的优点 这是极为重要的 两个小故事 这是我40年前在英国 当时我们是第一批出去 一个月只有6个英镑你用钱 当时我非常希望见这个教授 因为他安排我看看病房参观一下 但是一直没机会看到他 后来跟他秘书提了很多次以后 他就答应接见我10分钟 10分钟是很少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但是我突然有一个感受 就是突然临机一动 因为他在Watson 他就是写这本书 Combinium to Medical Studies 这本书 这本书实际上它的现在的意思就是PBR 就是说问题带动的学习 那不是一个解剖生化什么什么上来 它是一个整体的学习 这个概念现在已经用了很多了 但是他在1980年就写了这个 所以我就见到他的时候 第一个话就说我这个Professor Robson 就是I have read your book 但是很奇怪 他说一个中国学生怎么会读过他的书 他就很奇怪 他问我怎么看 所以当时我就说你这本书很有心意 里头讲的一个关系 使得我们对整体 一体整体有个感受 所以这个东西就 本来是谈十分钟 后来他跟我谈了一个钟头 那么当一个钟头非常高兴地给我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我要出去的时候 最后这个Robson他把我叫回来 他说我后来不再以为他这样子 后来他说 他说我愿意把这本书送给你 当时我就觉得很吃惊 因为这本书是多少钱是200英镑 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数值 但是就得到了他的给我这本书 我这本书一直留到现在 一直留在我的书架上 因为他第二天是让这个书的 这个出版商给我写封信 就希望也宣扬这个本书在中国 这个给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最重要的是你要 这个发现人家的优点 尊重他的优点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朋友 你能够得到他的尊重 你尊重他的尊重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 所有的同学们 我们都不是孩子了 不能随便指责人 同时你要注意不要仗势欺人 所以我们最需要的是互相帮助 这个互相只要你有一点力量 就能够贡献给这个集体 这是我们需要年轻人需要的 那么第四个是狠感 就是说需要体能需要体力 这个来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 还是很有感触 因为我这个跟我的同学在一起 不是住着拐贯 或者就是在床上躺着了 已经是这个 非常需要有锻炼 不单是年 这是我是1954年在广州 得了第四名四百名 好了 当时的一个照片 这个是在59年在北京医学院的时候 那时候非常好 那时候很幸运 是一个自己运动的高峰 是当时59年的时候 第一届全英会期间的 这个54秒2吧 打破了全国记录 当时得了一个新章 那个时候从来以后 一直就没有停止锻炼 所以我们这个锻炼身体 是绝对是一辈子的事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斯瓦辛克是州长 他年轻的时候是举重 举重这个世界界美冠军 60岁以后就变成胖子了 我这个是58年到的 是在北一的游泳池到的 68年到 我们经过了这个54年 这个今年 这个尽管是比不上以前了 但是起码肚子还不那么大 这是我的孙子在澳大利亚 我鼓励他锻炼 他当然14岁拿了个800米冠军 所以还有一个敢干 这个我不详细讲 就是有一个抗座力永远不圆办 我想我搞PTS搞那些的话 都是有这么一个精神才能做到这一条 所以我对南开大学的同学们 而且应该有梦想 不但要有要求 而且要有追求 不但要有志气 而且要争取 不但要有热情 更重要的还要有热情 好 我的讲话就到这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中院士精彩的讲座 和现场很多年轻同学们 分享了一下 中院士精彩的人生 而中院士是这样 我们线上有很多南开大学 和天津医科大学的本学生同学 特别想希望跟您互动 那么我代表曹校长来主持一下 这个提论环节 你看可以吧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进入这个提问环节 有同学对中院士的讲座感兴趣 或者和中院士想互动的 请主动发言 那么我们从第一位同学开始 第一位提问同学现在可以开始了 钟老师您好 钟老师您能听见吗 听见 老师您好 我是南开大学一名大四的临床医学人生 任一芬 首先我想代表我们所有听课的同学和老师 感谢钟老师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 给我们上这么精彩的一节课 然后我们真的很激动能听到您的课 然后这次听完了之后 我们真的觉得受益匪浅 然后谢谢钟老师辛苦您了 然后我想问老师的一个问题是 我一直看到您一直在大力倡导和鼓舞 更多的同学来学习医学 然后我也是在医学这个行业上走了几年的医学生了吧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当初是带着极大的热爱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热爱与兴趣来学习医学的 但是在这几年里其实 不免有就是有些时候吧 会很累或者是真的有些力不从心的时候 甚至会有一点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学习这个行业 然后就是可能甚至可能会有点削减自己对这个行业的热爱吧 我就想问一下像您这么成功的前辈 会不会也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自我困境 然后是如何克服和说服自己走过这种困境的呢 谢谢钟老师 对 谢谢小任是吧 是一番 对 这个我常常遇到 因为我学医是因为受我家庭的影响 就是我父母亲都是搞医的 所以当时学也没有说特别的热爱 那个本来说实在的 我是想搞外科的 因为身体也很好 后来就是因为文化革命以后了 后来回到远 我在大学也没学完就学了三年半 因为有各种任务 所以到到广州搞临床的时候相当困难 但是分配我就在内科学习 那个 对这个搞呼吸病本来也没有兴趣 因为慢治愿没什么好搞 因为大家都说没没什么办法 但是因为我是刚来嘛 你什么都不懂就你去卡转 你知道吗 我当时是有很大的抵触 但是就是因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国家提出的要求 希望这么做 另外一个我想什么事情 遇到点困难的时候 你要就是对你所做的一些工作 要钻研下去 这个很重要 你要勉强对付下去 你就很辛苦 你钻研下去 自然会发现了一些兴趣 一些难点 因为我做这个慢治愿的时候 我刚时觉得我看病人磕出来的痰 各种各样颜色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虽然这个痰是很不好受的这个 那我就做了很多化学分析 就发现它有不同的类型 那么从这里头得到启发 我就分成不同的型 有的是过敏型的 有的是这个炎症型的 有的是其他的型 后来通过这个型 再进行一些治疗 发现有效 慢慢慢慢就感兴趣了 所以我的你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在中国不是平安 单纯平兴趣的 有时候更需要 这一次为什么很多的同学 经过这次抗议以后 有的同学主动去学医 为什么 他觉得学医确实 尽管有受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医患关系我们中国也存在很多 但是他看到真的需要 真的需要 老百姓需要 而且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当我们治疗好病人 特别抢救好病人 那个无法形容的那种成就感 我记得我几个年轻时跟你差不多 也是晚上我们大家商量以后 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 我一回来一看他们的表情 我知道病人和好处不好 那个病人过了关了 他们两个眼圈都是黑的 但是两个眼睛都是亮的 他们很高兴 他们非常高兴 我们有一例这个治疗 在这一次是111天的ACMO 你知道ACMO吗 知道 知道老师 111天 但是抢救过来了 这个我们非常高兴 两次打出去 那出来以后呢 我跟这个病人开玩笑 他原来只有 他1米70有90多公斤 我说你不但病好 而且还成功减肥了 所以我出院的时候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方面是任务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 你要很多东西 你专业进去以后 你会慢慢产生兴趣 谢谢 谢谢钟老师 感谢钟院士 我们这还有好几位同学 想跟钟院士交流 那么下一名同学 可以开始你的提问了 钟南山院士您好 我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 医事法学专业的金星 非常感谢您能在北忙之中 为我们带来今天下午 这样一场精彩的讲座 我看过您的很多报道和采访 其中有一篇提到 您的一位老师 跟您说过这样一句话 给您的印象非常深 这句话是这样的 人不应该单纯生活在现实中 还应生活在理想中 作为一名学习交叉学科的 医学院的法科生 我的理想是为处理 我国的医患关系纠纷 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 但是现实生活中 包括我在内 却有很多大学生 对自己的未来有些困惑 钟院士 您对现在的大学生 有没有什么嘱托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谢谢 我不觉得奇怪 现在因为我们出一个转型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对 我们大型医院的公益性 还是有我的看法 我不觉得我们的公益性 做得很好 因为我们很多大医院很多都是要靠我们主要的创是靠创收来的这个对公益性是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刚才我讲的那个不需要插管的这个手术 我们有个节省给病人以及家属节省了麻醉费节省了 这个原来是6000多块钱 后来就变成3000多块 这个都是很好的 这个病人很高兴 我们医生也很高兴 家属也很高兴 就是院长不太高兴 为什么呢 这个收入少了 所以这个是矛盾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的 这个都是一个暂时的 我们逐渐的找到一些它的规律 我们需要的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 你是搞医学 法学 这里都涉及到非常复杂的 因为这是在所有的医学里 社会医学里头最难搞的东西 因为触及到技术也触及到人 人也触及他的思想 这个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不觉得奇怪 但是你可以试图通过你的调查 通过你的工作 来找到一些突破口 来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我用不着这个 这个先搞到很多的东西 从一个突破点进去 来解决一个问题 这样的话 你要解决一个问题 等到得到成功的话 那将会是一个 对社会一个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总的意思 总会有 以后你还会有 因为我们要解决 我们医疗的公益性的问题 也是需要比较长的过程 我觉得现在中国也在慢慢在改进 比如说罕见病 有的是贵得不得了 但现在有的进医保 医患关系的紧张 为什么在新冠的时候不紧张 因为新冠的时候很多都是报销的 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些方面我想 现实是有很多困难 要是有很多困难 你不会这个 这个叫什么 医事法学也不会现在发展 这个医事法学就是因为我们遇到很多的这一方面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 书本上也不一定能解决 需要我们去钻研去想办法 所以我希望你应该赢这困难上 而且来抓住一两个你感兴趣的课题 来想办法来解决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好的 谢谢中院士 我会努力的 感谢中院士 那么下一名同学 请可以开始 可以开始疑问了 中院士您好 您现在见吗 听着见 中院士您好 我是南开大学 统计数据科技学院20级的粉课生王振宇 首先作为一名2020年 正好就在武汉的一名学生 我对您当时的义无反顾 奋不顾身 表达由衷的感谢 然后今天恰逢武汉解封了两周年 所以在这样一个有益的日子里 我听了您的讲座 倍感荣幸 同时也收获更多 那么最近我看到的新闻 新闻上说 Omicron VA1和VA2 他们重组 就是产生了一个新的 叫XE变异株 那么这个费做关注 然后结合之前的Delta Chrome 和现在的XE重组变异株 新冠病毒它的重组变异体 似乎出现得比较频繁 那么XE变异株 它是否有可能会替代VA2 成为下一个全世界主要流行的 这种变异株呢 然后同时因为我是就读于 统计学大数据这一类专业的 所以说随着疫情防控方法的不断发展 不断更新 那么我们统计学大数据这一些专业的学生 想要为流行病学做一些贡献 请问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 谢谢 好 谢谢王振宇 这个XE现在有出现 但是频数并不多 另外它的毒性现在不好说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和人 两方面都在适应 这个病毒本身也是一个自然适应过程 假如它的毒性极高 它危害极大的话 你像有一些像这个天花 或者有些死亡率是百分之二三数 在这人会很快 也是逼个人会想出很多的办法杀死 这是一种 这病毒也是一种聪明的东西 它这个长期的适应以后 它慢慢变成什么 它需要 它的生活必须要生活在人体里头 它自己不能生存 所以两方面都在适应 所以我目前还没有看到XE 有可能成为占优势的病毒株 它这个Delta已经搞了 搞了大概半年多 这个Omicron现在差不多四个多月 在中国时间上挺短 12月到现在 三个多月 这个Omicron可能是在世界上 已经停了半年 所以Omicron现在 它主要是一个毒性很小 毒性的这个传统性很强 但是毒性比较低 所以这个有可能适应在人体 所以这个它 我们谁都不敢估计 有的人说会不会越来越变成为 更严重的 更厉害的 我不大看好这个 我估计它互相的适应慢慢慢慢 它就独立降低了 但是传染性增高了 慢慢就成为一个常见病 有这个完全有这个可能 现在对这个统计学方面的要求非常高 而且统计学这个学科statistics 这个需求太大了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信息时代 这个信息时代 常常是用大数据说话 我现在正在组织一个 跟大家一块包括上面的领导 就是这个全国性的 我们用了疫苗 到底预防的效果是怎么样 现在还没有数据 我们在河南有些个别的数据 在吉林有少量的数据 在广东有些数据 我们全国没有 这需要很好的统计学的设计 最好是有前瞻性的设计 但是现在已经过了 但回顾性的研究我们正要做 做发尽的时间做 我们很多的方面 在统计学方面 我们落后于很多先进的国家 所以我们要说 死亡疫或者是这个严重性这方面 都是很粗糙的 所以这个是在搞统计学的人 是非常需要有这个 完了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现在搞很多的 有大数据以后 最后是需要搞AI 这个Deep Learning 那这个也是在统计学的范畴里的 我们就像在这个抗议时候初期 我们收集了99万张CT片子 以后从这里头找出它的规律 最后就作为Deep Learning以后 普通的医生或者方式科医生 看了这个学习的这个以后 它能够得出相对比较正确的诊断 这个都是统计学规律的东西 所以你们需要做的这个内容 以及范畴是很广的 而且这个搞统计学的前途 是这个很好的 所以我的我的孙子 现在就学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好 谢谢 谢谢庄院士 辛苦 好 感谢庄院士 同学们实在抱歉 我们这个时间有限 今天的这个提问环节 只能到这里了 那么最后请曹校长 为本次课做节课结语 钟先生 你好 再次感谢您精彩的授课 我相信今天这一课 对同学来说 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 这个传授的一门课程 很重要的是 钟先生给大家 这个可以说是诠释了 什么是科学创新 包括如何做创新工作的一些基本素质 一些要求 而且呢提出来 这个同学们一定要有责任感 我相信啊 这是一堂这个知识课 更是一堂思政课 而且钟先生呢 是从他的个人的智学从业的体会 给大家呢 谈了这个 这个一些这个理念 而且这些理念呢 我相信从我角度来说 我都是 这个又受到了很深的教育 我相信对同学们今后啊 如何啊 这个 这个对待学习 如何呢 对未来啊 这个选择职业 一直啊 为社会啊 为这个业界承担责任 我相信呢 钟先生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极好的榜样 钟先生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和大家这个交流 我相信啊 这是 我们难堪这个授课史上 也是一次啊 难得的 难得的机遇 也是一个啊 非常少的一个啊 这个受众面这么多的啊 这个一堂课 呃 最后来统计呢 今天呢 这个 这个 呃 借这个 同时 同时选与课这个机会啊 这个来啊 这个旁听的啊 这个 这个 听众朋友也很多 呃 我这 我相信呢 也是从这个钟先生的 这个授课里边啊 这个受益非选 啊 呃 再次代表同学们 呃 代表线上的听众朋友们 向钟先生说一声 谢谢您 祝您身体健康 今天的课啊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Tig